你現在說聽的是古泰義戰第294集 好那今天呢 古泰一樣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對於這個盤施的一些看法 然後今天大家還好嗎 我相信呢 大家應該都不太好啦 正常一般的散戶應該都不太好 可是呢 你如果是古泰義戰的忠實粉絲 今天應該都笑咪咪的 今天應該都笑咪咪的 不然就是幹嘛 講句 說聲阿彌陀佛 喔 還好躲過 還好躲過 還好沒有手癢去亂接股票 昨天 昨天 古泰呢 有特別特別加開錄影 我有跟大家講 大家應該 昨天是第一次 古泰在創立這個頻道以來 第一次加開錄影 第一次加開錄影 那原則上 之前 古泰有時候比較大行情 有危險的時候 我會在社群貼文 那基本上 現在因為詐騙的關係 所以古泰也不在社群貼文 那 基本上 現在 有一部分的網友 其實他也不在社群裡面 所以 基本上 古泰就想說 好 那我 昨天 就 看到了某些訊號 所以 古泰昨天 升評 這個頻道創立以來 第一次 第一次 加開錄影 那 古泰 我有跟大家講 我希望我是看錯的 那 你如果昨天有聽懂 古泰的暗示的話 今天 這根棒棒 應該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躲過 那 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去看一下 昨天的棒棒 長怎樣 昨天 這下影線超屌 看起來就很強 全市場的分析師老師 節目絕對跟你講 超強 強到炸 逢低就是買 逢低就是買 那 古泰昨天就是幹嘛 我就覺得 有必要提醒大家 有必要提醒大家 這是昨天的K棒 這是今天的K棒 古泰 賽到 剛好 懵到 對不對 剛好車到 等一下 古泰秀一下自己的膽 好 等一下 古泰秀一下自己的膽 好 那一樣 今天這一根棒棒 怎麼辦 危不危險 我先跟大家講 今天這個棒 有點大 而且 呃 怎麼說 它有一定的殺傷力 它有一定的殺傷力 所以基本上 等一下 古泰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對於這個盤設的一些看法 那一樣 在分享之前呢 歡迎請新朋友呢 幫古泰呢 在Youtube登錄之後呢 然後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 訂閱 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古泰秀 本身不遺利 你跟我也沒有任何的對價關係 本影片的內容 僅供參考 此為古泰每天自己盤後關盤練習的Vlog 請務以此作為實單交易的依據 影片中的數據皆為公開的事實資訊 為既有技術分析之理論 且亦非為盤中即時資訊 此為提供歷史模擬練習用途 不具有任何投資決策建議 交易本身一定有賺有賠 投資前請務必獨立思考 審慎評估並致富盈虧及交易風險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昨天古泰加開的 那為什麼加開 昨天這部影片難得 難得 昨天好像滿早的時候 觀看人數就滿多的 所以呢 希望啦 希望昨天你有看到的 今天都有躲過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古泰創立這個頻道以來 就是一樣初心都不變 初心都沒有變過 就是公開50免費分享 然後古泰也沒有任何盈利 那古泰看到什麼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什麼 那昨天確確實實 古泰覺得 這邊有點危險 所以 原本 古泰之前的 基本上大家應該都知道 老戰友應該都知道 古泰基本上之前 大概都會在社群分享 那 後來因為 翻群嘛 就是有詐騙啊 幹嘛之類的 所以現在古泰不會在LINE社群做分享 那 基本上 有一些網友 朋友其實也不在社群裡面 所以基本上 古泰就是一樣 就是用錄影的方式 放在YT跟大家做分享 那原則上 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也大概知道 古泰現在的看法是什麼 那 古泰創立這個頻道的初衷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過 我就是 藉由古泰自己 每天可能就是這樣練習練習 然後分享一些自己的前見 那如果剛好 有讓大家大賺 然後躲過大賠 我覺得 對古泰來講 就是 一種 幹嘛 無上 無量的功德 基本上 如果因為這個 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很多 集拉之後 很多都打到快跌停的 那 你如果剛好今天 又跑去中壓的 其實 古泰 基本上也都 能就多少算多少 能就多少算多少 那其實你說 大賠 每一次的大跌 或者是每一次的大漲 可不可以去把握到 一定是可以的 我有跟大家講 從技術面 很多人 你可能會去看昨天的籌碼 有的人 有的人可能會去看盤中 即時選擇選籌碼 我跟大家講 對不對 當然 盤中的即時籌碼 確實是對交易上有幫助 或者是盤後的一些籌碼 可能對交易上有幫助 可是 你有聽過古泰跟你講 這些有的沒的嗎 絕對沒有 昨天古泰就單純 就一個換倉的成本 月手 周手 外加K棒的基本型態 技術線型 我就單純就跟你講這個 我也不用跟你在那邊分析 什麼選擇選籌碼 有的沒的 為什麼 昨天古泰會特別 跟大家提醒 好 那 今天 古泰其實沒有要講什麼 因為原因什麼好講 該講的 該提醒的 昨天古泰已經提醒完了 那你今天 跌了這麼一根 你接下來才要做動作 坦白講 你罵人家幾拍 你罵人家一拍了 你已經罵人家一拍了 而且這一拍 以股票來講 就是10%跌挺 就是10% 你跟我的差別就差了10%了 大家懂的意思啊 大家懂的意思啊 你說明天會不會吞 我先跟大家講啊 因為美股大概剩下7分鐘要開盤 古泰不知道 可是我先跟大家講 今天這一根 TEM沒有站回去之前 不用想太多 不用想太多 基本上就是下行風險 基本上就是下行 那 極短線而言 極短線而言 今天不用講太多 今天不用講太多 那如果大家想要 你可以回去聽一下昨天的 你可以回去聽一下昨天 古泰跟大家分享的 古泰跟大家分享的 那你如果今天早上 剛好有躲過的話 那當然很恭喜你 很恭喜你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昨天的規劃 古泰有沒有跟大家講 這邊基本上 古泰個人覺得 滿大的機會他是有多 滿大的機會是有多 那我也有跟大家提醒 只要一跌破 你一定要嚴守停損停力 因為不一定長得回來 不一定長得回來 大家去看一下 不要說古泰跟你講幹話 來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棋子 我們看一下 台子棋 台子棋昨天的低點 這邊的低點 日盤的低點是多少 日盤的低點是327 對不對 日盤的低點是327 你假設用這個當底 你假設用這個當底的話 327在這邊嘛 這邊的低點是多少 304 你假設用這邊當底的話 後面這段 假設你跌破327 直接停損 直接停損 今天最低點多少 今天最低點多少 今天最低點123 123 327 123 327 123 後面這200點 你不是多賠的嗎 是不是 古泰我昨天有特別跟大家提醒 這個下影線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 反正就是很虛啦 就是很虛啦 你這邊要做多我沒有意見 可是我有跟大家講 我個人基本上 非常非常覺得 有很大的機會 他這邊是有多 所以基本上一定會下去 有很大的機會會下去掃單 而且我有跟大家講 因為台股 這禮拜放的兩天假 所以 現貨 基本上昨天光一根 那不夠看 多空勢必要拉開成本 所以他會往下把極值撐開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他會往上跟往下把極值撞開 所以 正常來講是會往下撞 你既然知道 他會往下撞 又有機會去掃一下單 那你幹嘛不先出啊 你幹嘛不先出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昨天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昨天這部影片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這部在後面 我有跟大家講 這三條線對不對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古泰你的TUMD周手月手 那個 不就是高加低除2而已 那個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而且一堆算價程式 也可以算啊 有的沒的 你去算啊 你去算嘛 看有沒有辦法算跟古泰一樣 上禮拜五 大家應該都有見證過 主力作手 為了那個17584 最後一盤做拉台 對不對 17584怎麼來的 我怎麼知道 就是算加程式算出來 就是算加程式算出來 大家去看一下加權指數 大家去看一下加權指數 今天的開盤超屌 屌到炸 大家記得啊 古泰呢 這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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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昨天畫給大家的 我說 下面黃色這一條是什麼 四月份的法輪換當成本 對不對 綠色這一條是什麼 上週手 上週手 然後呢 粉紅色這一條 叫做什麼 上月手 對不對 如果大家還記得上月手是多少 上月手是多少 上月手是多少 上月手 17430 大家去看一下今天開盤開哪裡 你去看一下今天開盤開哪裡 你去看一下今天開盤開哪裡 今天開盤開哪裡 今天開盤開哪裡 17430 夠不夠屌 好 我先跟大家講 昨天古泰有沒有跟大家講 原則上古泰是規劃這樣 我希望我自己看錯 結果今天一開盤主力就告訴你答案 他直接開月手 他直接開月手耶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他直接開月手 他是跳空開盤耶 大家記得我有跟大家講過 一個K棒最主要的基本型態 是什麼 第一個開盤架誰決定 絕對是主力決定 絕對是主力決定 他今天開盤就直接告訴你答案 啊你還不空喔 你還在那邊買多單喔 你是哪裡有動 他今天開盤夠屌啊 古泰有跟大家講 你不要記得說這個價位的設計 這個價位的設計 基本上 我有跟大家講 現在 全台灣 我們不要講什麼蛙哥啦 內線交易 誰敢做 誰敢用電話聯絡 誰敢 對不對 你用通訊軟體聯絡 誰敢 一下子都被抓包了 全世界的主力 我有跟大家講 要打暗號 只會在人家裡打 他只會在K棒上做暗號 今天開盤就告訴你答案了 請問一下你要跟我講什麼 今天的開盤 不就是17430 不就是上個月的樂手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啦 是不是啦 然後呢 然後呢 大家去看一下今天有5分K 要講什麼啦 啊不就這樣而已嗎 對不對 一目了然嘛 他今天怎麼 你去看哪一根5分K 哪一根有站回去樂手過的 全部沒有 連開盤 他 基本上開盤幾乎都是最高的 幾乎就是最高了 所以呢 今天要做多還是做空 今天要做多還是要做空 這樣很明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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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咧 今天早上你跑去被誘多了 你就很對不起我 你如果昨天有看到 看到 古泰加入的影片 古泰昨天是 創立這個頻道以來 第一次加開錄影 我是第一次加開錄影 剛好昨天也有時間 那 基本上 古泰不會在任何各大社群 LINE的社群 講什麼 那 因為有些網友不在社群裡面 所以古泰還是一樣 無私公開免費的 我就是直接在YT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潛見跟看法 那你可能會說 古泰你在那邊亂講對不對 你說矇到的啊 對不對 說不定你今天剛好是矇到的 確實是矇到的啦 那 古泰怎麼分享 我就怎麼做單嘛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古泰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了 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17300的P 那 目前 因為古泰那時候忘記截圖了 古泰有買17200的 古泰有買17200的 古泰看到開盤 其實古泰常常跟大家講 開盤主力就會告訴你答案 開盤主力就會告訴你答案 今天開盤 古泰看加選指數開17400 我就說好 基本上直接不用想了 想都不用想 想都不用想 直接敲個十口 直接敲個十口 17200的蛋 那這17300主要是因為 古泰是怕說 幹嘛 這邊 如果太價外 那個時間價值會縮水的很快 所以這邊17300是基本蛋 那加碼單是17200 加碼單17200 古泰已經平掉了 那時候平晚才想說 欸來解一下圖 好了 那你們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個成交均價 你們可以回去看一下 成交均價 今天的成交均價 118.5 你們回去看一下是不是找盤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看一下 這個是W2的 W2的 17300 你在這邊 17300你在這邊 那我們一樣來看一下這個 技術分析 看一下技術分析 好 那 早盤在哪裡 這個是60分鐘圖 好 60分鐘差不多啦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古泰是買118 118在哪裡 118在哪裡 早盤 早上9點在這邊 對不對 早上9點在這邊 古泰是不是剛好 8點45 欸我們切換成 我們切換成 5分K好了 好 切換成5分K 好 早盤是不是在這 對不對 早盤是不是在這 古泰買在哪裡 118啊 對不對 古泰買在這邊啊 古泰買在這邊啊 然後咧就上去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盤中古泰截圖的啦 所以 價格基本上 古泰出的更高 古泰出的更高 大家去看一下喔 118 漲到244 漲到244 以 大家去想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選擇權 你不太懂 你可能不太懂 那一樣啊 其實大家可以去估一下 比如說 244塊 然後除以古泰的成本 118 你知道漲幾倍嗎 他漲了2.06倍 他漲了2.06倍 也就是說你今天 炸100萬 炸100萬去買他 今天這一根下跌 你可以直接 直接多少 你直接100萬變200萬 聽得懂嗎 選擇權很恐怖喔 他可以是暴利喔 他可以是暴賺喔 也就是說你今天 118 你炸了100萬 進去買118這個價位 今天這一根下殺 到244 你完完整整 直接賺翻倍 你直接賺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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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變200萬 今天一根長黑而已 一根長黑就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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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選擇權 坦白說啦 你如果看得懂行情的 你也有聽懂 昨天古泰的暗示 基本上 今天應該都是可以賺的 今天應該都是可以賺的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回過頭來看一下 那現在夜盤在跳 那剛好啊 對不對 現在夜盤跳的價格 還是在古泰的成本價 限價187附近 對不對 然後我先跟大家講 古泰的那個 周選的批評掉了 因為古泰也不知道今天美股會怎麼開 古泰不知道 可是呢 古泰把今天賺錢的 換成4月的月選空單 古泰空單沒有補喔 而且我還佈到5月去了 我還佈到5月去了 那原則上 明天看情況 因為今天這一根長黑是有殺傷力的 這個長黑是有殺傷力的 所以短線而言 反正 我們就邊走邊看 我們就邊走邊看 那 會把周選平掉 然後呢 換成布成月選 也是怕今天晚上美股急坦 所以基本上 因為 周選的他的跳動的長跌幅會比較敏感一點 有時候你葡萄會很快 就很快的就縮水 可是換成月選 基本上也差不多到哪裡去啊 因為下禮拜就要結算了 所以 目前 其實 你如果想要玩槓桿比較大一點 你可以玩周選 那 古泰今天已經賺一趟 賺一趟了 我們就不用再冒險了 拿賺的來慢慢玩就好了 所以呢 古泰已經換成四月選 四月選的空彈 OK 然後呢 這邊 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古泰今天的交易 好來 這個呢 這個是古泰今天交易的現股當中四筆 就四筆而已 古泰今天只有交易四筆 那一樣 其實古泰有跟大家講啊 你今天在教育的時候 你要先看得懂大盤 你才知道你今天股票要做多還是做空嘛 昨天古泰的規劃是什麼 昨天古泰的規劃 啊 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我說這邊是右多盤 右多盤 今天坦白說你會跑去做多股票嗎 我跟大家講完全不會 古泰今天是跑去放空 古泰今天是跑去放空 那我先跟大家講啊 大家應該有看到這兩檔 這兩檔呢 創尾今天跌停版 創尾今天跌停版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創尾 看一下 6104的創尾 創尾呢 今天是跌停版的 收盤收跌停 那 古泰呢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古泰做了一個很白癡的交易 我空292 結果回補292 為什麼 因為古泰空在這邊 因為古泰那時候 因為在忙 我想說 靠那個 撐那麼久都不跌 撐那麼久都不跌 我想說 不然先補掉 成本加出場 賠手續費而已嘛 這邊順便給大家一個觀念 很多人呢 股票都會放到 放到那個 放到那個 輸很多 賠很多 才要停損 那個根本就是至少麻煩 古泰有跟大家講 你看我空292 我就是幹嘛 殺不下去 成本價回補好了 結果呢 忙完回來之後 他就跌停 他就跌停了 這就是交易的日常 古泰 基本上 我有跟大家講 古泰怎麼分享 我就怎麼做單 我怎麼分享 我就怎麼做單 我也不會跟你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小畫家 然後改圖 不用 這個本身就是交易的日常 古泰呢 基本上 我有跟大家講 我們就是實單交易 我們就是實單交易 這本身就是交易的日常 因為 你說創圍 大家絲毫回頭看 你會覺得說 啊靠 對啊 今天就是空啊 對不對 你空這邊 然後尾盤跌停板 尾補 事後話誰不會講 可是 你在盤中實際上在交易的時候 其實盤中那個心情 因為你只要下了單 大家應該都有 都有那個 感覺嘛 我今天下了單 我腦袋可能就是幹嘛 瞬間就是打八折 你原本清晰的腦袋 因為你今天下了 下了按下去 你可能腦袋就瞬間 空白一半了 那 今天 古泰呢 今天主要是 古泰空在這邊 如果大家可以記得 古泰 你看古泰的成本 大概是在這邊 因為喔 他真的 真的太洗了 洗到炸掉 所以古泰後來 沒送啊 想說 反正那時候剛好有在忙 想說 不然你先回補好了 結果呢 後面這一根沒有賺到 這個就是交易的日常 我們也不用什麼 每天買最低賣最高啦 我跟大家講 那個是神在做的事情 那個是神在做的事情 買最低賣最高 是有事嗎 古代有跟大家講 古代搞城市交易的 都不可能買到最低 不可能買到最低 也不可能賣在最高 那不可能 除非你跑高頻交易 高頻交易又如何 對不對 你能確保你每一次的交易 都能買最低賣最高嗎 你不是想太多 所以呢 這個就是真實 古代的交易 交易的日常 那大家看一下 致遠 致遠呢 這一個就很有意思喔 致遠呢 大家去看一下 3035的致遠 我先講一下 我為什麼今天要控創委 而且古代今天只看他兩檔 看這兩檔 那這邊 欸 不好講啦 不好講 YT基本上不好講 哈哈 反正 好 就這樣 古代就暫時不講 哈哈 反正 這個古代就跟大家分享 看一下3035的致遠 3035的致遠呢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一度啦 一度 大概還好 他跌了6% 跌了6% 跌了6% 那古代也回補太早 古代也回補太早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古代為什麼要空他 為什麼要空他 啊一樣嘛 古代有跟大家講 大盤弱 股票你要做多嗎 假設大盤弱的話 大盤弱的話 然後呢 你股票要做多還做空 如果大家有聽 古代YT分享 這麼久以來 應該都知道 大盤強不做空 大盤弱不做多 所以今天呢 這兩檔 古代呢 幾乎啦 一個跌停板 一個跌6% 一個跌停板 一個跌6% 大家應該都知道 古代是用什麼 無券當充 因為古代要按龍券 基本上 也沒有券 那個致遠 超瞎 然後創圍也是一樣 沒券 大家瘋狂 貓起來空 莫名其妙 那 反正空到無券 無券我們就幹嘛 直接無券當充 我們就是無券當充 直接試駕空 試駕空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古代 古代喔 致遠空在312.5% 其實古代喔 致遠大家應該都覺得還蠻腰的對不對 致遠大家蠻腰的 阿一樣嘛 對不對 平常 平常大盤好的時候 致遠都會偷偷跟你幹嘛拉 拉對不對 今天大盤在繞賽 一樣啊 沒有主力會幹這種事情 沒有主力會幹這種事情 大盤都在繞賽 全面架跌 一根大長黑大棒棒 誰會笨到拉給散戶結套 沒有人 所以 古代才要跟他講 你要做當充 你先看得懂大盤 你再跟我講 基本上 當充你不看大盤 基本上今天 我跟他保證 今天你知道超多人 超多人 跟古代一樣 那個創尾 你看創尾撐了那麼久 結果他最後 中場過後 直接給你一路灌 灌到尾盤 那今天 我跟他講 當充客死一片 絕對當充客 保證死一片 當充客絕對保證死一片 你說為什麼今天 創尾這麼後面 那段幾疊 我跟他講 都是幹嘛 早上買多了 一路往下砍 一路往下砍 才會砍到現在跌停 張天有懂嗎 所以 基本上 第一個要做單 古代曹哥 你要做單 先看得懂大盤 你看得懂大盤 今天要做多還做空 你再來去決定 你股票要做多還做空 很簡單的道理 很簡單的道理 智元 為什麼股泰要空312.5 為什麼 誰可以跟我講為什麼 如果你今天有剛好做到智元的 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說股泰無爛 股泰就是死蛋交易 來來來 創尾 智元在這裡 智元在這裡 昨天跟你預告什麼 這個是你昨天喔 昨天喔 你昨天就知道的價格了 你昨天就知道的TUMD了 今天股泰的空 不就剛好空在這邊嗎 對不對 股泰是不是剛好空TM了 對不對 股泰是不是剛好空TM了 股泰怎麼分享 這個TUMD是股泰開發發明的 對不對 股泰有跟大家講啊 我怎麼分享 我就是怎麼做單 是不是啦 今天TM區 我有跟大家講TM是什麼 多空分界交戰區 對不對 今天破TUM 康了就對了 對不對 康了就對了 結果咧 大家去看一下 股泰沒有補最低啦 我空312.5 然後咧 回補302 大家仔細看一下 我們先不要論手續費 這樣空一張1萬塊 你空10張今天又10萬 對不對 阿股泰 你看喔 股泰空302 今天收盤收啥 收盤收296 所以股泰一張少賺了 少賺了6500 好 哈哈 股泰一張少賺了6500 好不好 創尾更 喔 創尾今天跌停版耶 欸 創尾今天股泰少賺了多少 我看一下 你看 272 292 欸一丟2萬塊 一丟2萬塊 這個股泰今天做了最白癡的交易就是這個 做了最白癡的交易就是這個 那為什麼知道今天要空 為什麼知道今天要空創尾跟資源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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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就回歸到我們昨天規劃的大盤嗎 不就回歸到我們昨天規劃的大盤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古泰沒有在嘗試的 我沒有在嘗試的 對不對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講 這邊基本上阿 怎麼看都怪阿 都是在右多啦 都是在右多啦 今天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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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權指數 他直接給你開這樣 他直接給你開這樣 他直接給你開這樣阿 他直接給你開這樣阿 直接開在月手 阿不就很表明了嗎 不就是擺明了嗎 對不對 你昨天 大家仔細看一下阿 昨天你看每次碰到月手都拉上來 阿今天直接開在月手 他擺明了要幹嘛 擺明了他就是今天要幹嘛 要黑吃黑阿 要往下掃單阿 而且我昨天有跟大家講阿 隨時來一根中長黑 今天 這個不叫中長黑了 這個叫大長黑大棒棒 今天是10 你去看一下 加權指數 開盤近乎最高 收盤收最低 那基本上這個是大陰線 大陰線 大陰線 通常不太好 大陰線通常不太好 大陰線通常不太好 那個你如果看得懂的話 應該阿 昨天影片有看的話 今天應該都有救到大家 今天應該都有救到大家 OK 這是古代分享的 對不對 阿你說為什麼要空創委 阿為什麼要空創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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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空的時候 大家去看一下創委 創委今天帥氣阿 你看我就跟大家講 我就跟大家講 TU-MD他會告訴你答案 你不要不信其 對不對 你不信那是你家的事情嘛 對不對 今天創委跌停板 誰可以預想得到 沒人可以預想得到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古代今天要空他嗎 你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古代今天要空他嗎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今天開盤開哪裡阿 你去看一下他今天開盤開哪裡阿 你去看一下他今天開盤開哪裡阿 今天開盤開哪裡阿 今天開盤開哪裡阿 古代用一個綠色 他今天最高點298耶 阿TN是不是298阿 開盤直接破TN 阿是要說什麼阿 對不對 是要說什麼阿 誰拿到發球權 空投嘛 空投拿到發球權嘛 對不對 大家看一下今天開盤開哪裡阿 他今天開盤開哪裡阿 他今天開295.5耶 最高點是不是就是TEM阿 最高點不就是TEM阿 講完了 為什麼今天要空 古代有跟他講 開盤不論拉多高 再度破開盤破前滴 又剛剛好 TEM今天最高點 又是298 阿放康了阿 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今天會跌停板 為什麼今天會跌停板 大家去看一下288.3這個價位 你去看一下288.3這個價位 大家去看一下 有沒有發覺 你看喔 這邊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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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288的時候 哪一根 這裡288對不對 只要一貫破TD 瞬間所有賣壓全部出來 你說TUMD 準不準 隨便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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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一下這裡哦 這裡它都是緩緩的 那邊攀攀攀攀攀攀 對不對 哪一根出亮 是不是這一根 這一根的最高點不就是 288嗎 灌破TD 你出場坦白講 對不對今天跌停板 跟你屁事 今天跌停板跟你屁事 對不對今天跌停板跟你屁事 啊你說TOMD有沒有效 有沒有參考意義 今天如果 這個TD288 沒有任何意義的話 如果他沒有任何意義 的話 你覺得一跌破288 會瞬間爆掉量 直接往下灌嗎 不可能 表示288TD區 這個防守區 就是幹嘛 超盤手 主力他們公認的 支撐區 所以TOMD好不好用 你們自己評斷 對不對 古泰作單我就是這樣做啊 古泰也是這樣做啊 對不對 古泰也是這樣做啊 啊 致遠 致遠古泰啊 你去看一下古泰為什麼要回補在302 因為他一開始打到300 大家去看一下3035的致遠 古泰回補的太早 因為大家去看一下這一根長黑 這一根長黑呢 大家去看一下最低點打到300.5 然後這邊打到300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TD區在299.67 所以古泰覺得 欸靠那邊TD說不定會有手 所以古泰空單先回補 那剛好 剛好回補在這一根啦 古泰剛好回補在這一根啦 結果他這邊反彈回補之後就一路向下了 後面這一段古泰沒有賺到 那 古泰有跟大家講了 古泰是實戰交易派 我也不會跟那邊整天跟你圍後欄 小話加話又要幹嘛之類的 我們就是實戰交易 我們就是實戰交易 盤中該怎樣 我們就是怎樣 那基本上古泰今天就大概分享一下自己的交易 那今天古泰就只有做 現股當中就做這個 然後早上就是專心的在打台子 選擇權 OK 那你說接下來怎麼看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我只能說啦 極短線啦 現在美股看起來應該是不怎麼樣 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而且不怎麼優 那昨天啊 大家有沒有發覺這34350 就很屌的一件事情 大家去看一下昨天的手盤 昨天的手盤收34361 他就是在防守這個350 所以呢 古泰劃的任何價位任何限 大家要去參考 你要 反正愛心福幸隨便你嘛 對不對 愛心福幸隨便你嘛 那基本上 基本上 大家就 今天美股怎麼說 不知道啦 反正古泰在睡覺 管他的 哈哈 那 4月份的空單跟5月份的空單 基本上古泰看情況啦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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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大家講 他除非把今天的TM又重新賬回去 我先跟大家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原則上啦 明天 他至少啊 多頭 空頭已經來到這裡了 原則上 原則上 這個缺口一定要來補 這個沒補 坦白講 他今天 用這麼大的力氣直接往下推 而且這個出量 這裡是出量 他用這麼大的力氣往下推 第一個目標一定會來 來碰這邊啦 原則上要來碰 原則上要來碰 不然今天殺這一根就沒意義了 好不好 OK 那 原則上我先跟大家講啦 今天這一根破了 破了要不要緊 TM站回去 要做多再做多 古泰空單什麼時候回補 如果空單什麼時候停順 除非這一根TM站回去 TM站回去 古泰空單就先走 空單就先走 這根TM沒有站回去什麼都不用看 什麼都不用看 反彈還是空 反彈還是空 然後貴買也是一樣 今天TM站回去再說啦 今天TM站回去再說 那 貴買這邊的缺口今天其實也來補掉了 剛好 剛好補掉 那 原則上啦 今天應該有一批 應該有一大票的多單 全部被掃單掃出去了 古泰 古泰昨天還特別跟大家講 你知道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以咧 大家也都知道這下影線 對不對 大家也都知道這緊線嘛 然後咧 一到支撐打多次 古泰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他就不一定是撐了 他就不一定是撐了 好 然後咧 就這樣 對不對 然後你說夜盤現在漲 現在是開盤半小時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漲勁啦 所以短線上大家一樣特別小心啦 特別小心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加權指數 TUMD 給大家看一下 有網路什麼怪怪的 加權指數TUMD 大家就自己看喔 大家就自己看 好不好 這個你們就自己看 好不好 好 大概就到這邊啦 大概就到這邊 那台子旗 台子旗的部分 給大家看 OK 然後全日盤的 全日盤的下面 這邊 全日盤的部分 大家就參考啦 那原則上啦 目前什麼都不用看 TUM站回去再說 TUM沒有回去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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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說啦 TUM站回去 你要接多 再來考慮啦 古泰有跟大家講 以目前這個線型來講 下影線打了這麼多次 基本上都虛的 都假的 所以呢 他今天往下掃 如果未來再站回去的話 把這一根 如果他未來把今天這一根 K棒給他實質的收回去的話 表示這一根是什麼 這一根是他往下的技術性掃單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喔 如果今天這一根沒有站回去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今天這一根就是關鍵的轉折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做多 我有跟大家講 對不對 你如果昨天有聽到錄影的話 你明明知道今天有可能會往下掃單 你早上可不可以先出 對不對 早上出今天 今天殺低 也不甘你的事 那如果未來這個行情要再持續往上的話 他如果能夠把今天這一根K棒 再給他吃回去 那代表今天是什麼 今天這一根的下殺 是多頭的回馬槍在上 所以表示這個是非常技術性的漂亮掃單 這樣聽得懂嗎 可是未來這一根KK棒如果沒有回去 他就不叫掃單喔 他就不叫掃單喔 他這邊有機會行程短線上一個初步轉折 先可能先往下 然後再混一下這樣子 所以 今天TM站回去 如果他能夠把今天的TM站回去的話 古泰4月份的空檔 我們就先停立 我們就先停立 OK 那沒有站回去之前 大家還是要小心 還是要小心 那 DOMD大家就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那這個台子騎的部分 大家一樣看一下 那原則上啦 該處理的 你會在昨天看完古泰的影片之後 今天早盤你就去做處理了 那 其實今天呢 蠻有意思的是貴買指數 今天貴買真的是超賤 我只能說他真的很賤 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今天貴買的5分K 他今天超賤你知道 賤到炸 他今天喔 今天是早上9點 他黑完之後 又給你拉 黑完之後又給你拉 你會感覺 欸好像支撐有手對不對 結果他今天玩了幾遍你知道嗎 一遍 兩遍 三遍 這邊後來 第四遍 第五遍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貴買今天這個 這個 坦白說啦 我只能說啦 他今天真的很屌 他今天我跟大家講 今天絕對一大堆當充客全部套室 你看喔 這一路的下跌的過程中 這邊只有三根紅K 兩根 兩根 這裡都沒了 這一根 這兩根 這一根 超級無敵劍 今天這個走法我跟大家講 今天扎扎實實的出貨盤 扎扎實實的出貨盤 今天根本就是扎扎實實的出貨盤 所以短線而言 短線而言 今天這一根我先跟大家講 尤其今天是出量 今天是出量 一櫃買 家權 跟台子 三根都是出量 指數 maybe還可以做個限 可是股票就不一定 今天這根股票標標準準的 有人在出 有人在出 所以你如果發現你的個股 有稍微轉弱的話 一樣 股態要跟大家講 停立坐一下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個創尾 你根本不知道 你說為什麼知道 為什麼股態今天知道要空創尾 為什麼 TUMD拿出來參考 好不好 TUMD拿出來參考 那 反正 接下來啊 今天這一根大棒棒 TM沒有站回去之前 什麼都不用看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股態有跟大家講哦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3707的漢磊 股態在3月26號 我有跟你講 我出掉了 我出掉了 給大家看一下3707的漢磊 3707的漢磊 我跟你講哦 周破月破都有他的用意啦 都有他的理由啦 都有他的用意啦 大家去看一下 股態買在121 3月17號對不對 我買121嘛 這邊買完 很多人說做波段不太會做 啊股態就做給你看啦 我就做給你看嘛 我買在121嘛 出在哪裡 我出在這一天的收盤 因為股態那時候 在沒有辦法看盤 因為 股態都是 股態有跟大家講 你如果是上班組小資組 你沒有盤中沒有辦法看盤了 你如果是做波段 你就跟股態一樣嘛 股態這一筆單是放波段的哦 我買121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收盤了 快收盤了 1點多 所以 通常 小資組 你如果真的上班沒有辦法看盤 至少1點過後 你要讓自己有時間可以看盤 你要讓自己有時間可以看盤 1點過後 股態那時候 看完之後 欸靠 周破呢 周破呢 那想說134 股態買121嘛 股態買121嘛 134 夠了 10%了 10% 那咱們就出啊 出完之後 股態有跟大家講 每逢長黑 每逢長黑 tm去 站回去再說嘛 你要買回來tm去 站回去 再買回來嘛 這一 周破嘛 對不對 這一根的tm在哪裡 看下一根 138嘛 對不對 好 這個價位記好 138 然後咧 然後咧 138 從此一去不回頭 138在哪 這一條線 請問一下 你哪一根眼睛有看到他站回去138過 收盤沒有嘛 是不是這一根周破 只要這一根的周破tm沒有站回去之前 請問一下 股態 那時候 大家有看到我的單嗎 我 我出在哪裡 我買121出在134 請問一下今天多少錢 對不對 啊連續兩周破 啊你還不信喔 連續兩周都破 啊你還不信喔 對不對 很多人說做波段不會做 按照這樣的做單 你覺得主力作手跟你預告的周破有沒有意義 有嘛 對不對 有沒有意義啦 你們自己想就好了嘛 股態這邊是買多少 股態買121啊 對不對 股態買121啊 股態出在哪裡 我出在這一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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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對不對 後面這邊沒賺到 啊沒賺到都沒賺到嘛 對不對 你為了要賺這個銀頭小利 啊今天賠大的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賠大的 今天今天收盤收多少 今天收盤收多少 今天收盤收124 啊離股態的價格 你看股態那時候買121 啊今天收盤收124 121.5 對不對 你報上去沒有出 啊要報下來 現在要回到成本價 啊如果未來 像未來如果像那個誰 像那個之前哪一檔 財聖哥 對不對 或者是像什麼 像那個誰 富財 啊你不就哭死 對不對 啊 然後咧 再看一下嘛 古泰還特別點名 我有跟大家講喔 加金對不對 我有跟大家提醒喔 加金 對不對 來來3016加金嘛 加金更明顯 加金更明顯 古泰買3月17號嘛 同類型的嘛 來給他看一下 3月17號是在這 假設你買 你剛好買的是加金 你剛好買的是加金 假設你買在這邊好了 好 然後咧 一樣啊我們來畫畫個圖 假設你買在這根啊 對不對 這根周破 很多人不會爆波段啊 我就直接跟你講波段怎麼做嘛 你買在這邊 啊然後咧 周破 出啊 對不對 你這 因為 漢磊的籌碼比較漂亮 啊 加金的籌碼比較爛一點 啊 那 基本上你可能買這邊 出這邊 你可能沒什麼賺 對不對 你可能沒有什麼賺 可是你現在是會回頭看 有沒有慶幸自己 剛好出在相對高點 對不對 周破 你不信他 也無所謂嘛 也無所謂啊 古太有跟大家講啊 周破 大家去看一下這一根的TMG 他周首是124嘛 對不對 周首是124.13嘛 TMG是多少 TMG是多少 TMG是 剛好 你看 周首 剛好等於他的TMG 剛好是在124.73 我們算124.5 你畫一條線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他從來沒有再度戰回去過 所以咧 一檔股票 爆波段到底要怎麼爆 對不對 你出在這邊 坦白講啊 今天敵人這樣跟你屁事 古太有跟大家提醒了 我有跟大家講 我和雷出掉了 我和雷出掉了 所以呢 做波段 做當衝 TUMD 周首月首 絕對是你的好幫手 絕對是你的好幫手 古太就是這樣做單啊 你們仔細看一下 古太自己就是這樣做單 我就是這樣做單啊 沒有在好小的 對不對 我們就是這樣做單啊 那 你看今天 一張 創圍 我們就一張就好了 或者一張自圓 今天你們看這樣一張 你去換算那個報酬率 大概是多少 你就換算那個報酬率是多少 所以 你如果看得懂大盤 先看得懂大盤 再來看你自己的股票 你今天就會很好做 你今天就會很好做 只是創委 古太 因為他真的盤中撐太久了 他撐太久了 所以古太已經不耐煩 就直接出了 好啦 這個就是最真實的交易 最真實的 當衝人生 最真實的交易 基本上就是這樣 古太也沒有在那邊馬後炮 或者是 在那邊跟你們小畫家的 不需要 這本來就是這樣啊 盤中最真實的交易 就是這樣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啊 目前 我們看一下倒窮 倒窮 倒窮 倒窮看小倒窮吧 對不對 好啦 這個不怎麼優啦 這個 倒窮再破下去喔 我個人覺得 欸 他應該有機會來這邊 這根低一點是多少 33867 33867 33867 反正邊走邊看啊 明天禮拜五 那我先跟大家講啊 現貨 現貨禮拜五 其實 因為這禮拜只有三天啊 所以周首 我個人覺得還好 周首 你說有沒有參考意義 有是有啦 可是 呃 我覺得重點在 重點 在今天的TM 重點在今天的TM 今天的TM 站回去再說 不然其實 周首有首 今天的TM沒有回去之前 什麼都不用看 什麼都不用看 那一樣 反正這三條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三條 先麻煩大家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那昨天 古代忘記存檔 所以那個趨勢線不見了 大家就自己畫 好不好 大家就自己畫 那原則上 沒有站回去之前 不用看了 不用看 現在也是一樣啊 也是一樣啊 那 反正先這樣 目前加權還是看先回缺口 那什麼時候可以接多 什麼時候可以接多 什麼時候可以接多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先來到 假設 你如果真的來到下方 先來到那個 四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你不要亂空喔 我先跟他講喔 你不要亂空喔 這裡是四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所以 接多 古代有跟大家講 你要做單 要做在物極必反 或者是幹嘛 你要嘛 就順勢交易嘛 你不順勢交易 你要搞逆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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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保佑你自己的交易 是做在物極必反 那物極必反 那物極必反 到底哪邊物極必反 每天的TD 或者是每天的TU嘛 那在 就是幹嘛 這邊 下殺到這邊 也來回1000點 從這邊 下殺到這邊 也大概1000點 所以呢 你要做在物極必反 你如果真的想要接多 Maybe Maybe 靠近 黃色線 Maybe 會是一個風暴比 比較好的一個點 那 這裡中間 古代就不會下稿問喔 這裡中間 古代就不會瞎搞混喔 這裡 基本上就是閃戶在玩的 不需要玩 你不需要跟他耗時間 這裡都是閃戶在玩的 我先跟大家講 這裡幾乎都閃戶在玩 除非未來他能夠把今天的TM區 佔回去 TM區佔回去 我們再來考慮 好不好 今天TM區佔回去 我們再來考慮 那 這一根到底是少單還是轉折 今天的TM區佔回去 你就可以暫時當他成多頭的回馬槍 所以今天這一根是少單 這樣聽得懂嗎 那如果今天他的TM區沒有站回去 那表示什麼 這裡短線上就是初步的轉折 短線轉折 所以這裡轉完之後 下去回補缺口 有機會可能就是來測 這一條法輪幻腸成本 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說明天 今天或明天每股怎麼看 股胎在睡覺我也不知道 呵呵 所以呢大家就 一樣啦 目前就小心就好了 那其實重點還是在 昨天啦 你昨天 如果有看完 今天早上應該都可以來得及做Action 現在事後在探討說有沒有救 我覺得意義都不大 能夠預防 能夠提前提前做 有所作為當然是最好的 好啦 今天沒什麼好講 今天重點就是TM站回去再說 其他什麼都不用看 那 好啦 大概就這樣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